一件离奇的自杀案让警察盯上富豪私生子 为阻碍查案富豪手下软硬皆失 警察能抵住诱惑扛住压力 让案情真相大白吗 今天幕后就给大家讲一部 国产犯罪电影《大人物》 孙大胜是个充满正义感的警察 这天来到修车店修车 正好遇上店主被强拆队警告的事 好心的警官给店主留了电话 让闹事的时候找他 哪知当晚强拆的时候 店主给他打电话没接到 几日后大胜了解到一个案子 正是店主自杀未遂的 这前两天还好好的 大胜觉得这其中定有蹊跷 经过现场勘察 大胜发现一些疑点 指向建筑公司总经理赵太身上 本想简单的找此人了解点情况 哪知这人种种躲避 这让大胜更加怀疑 看见大胜抓着案件不放 赵太以为这人是想来捞好处的 于是交给了管家处理 管家找到大胜妻子 又是送包又是钱 还说能解决大胜孩子学去房的问题 大胜的妻子那也是个正义的人呢 遇到这事 直接找大胜问起情况来 这么明目张胆的贿赂 大胜怒从心急 直接找到正在参加私人宴会的赵太 表示会一直盯他到底 转身大胜就去查案了 但没过多久 他就接到自己儿子被人剃的头的消息 大胜知道这是赵太的警告 转到医院 大胜看到赵太的管家 正在匡骗店主的妻子撤案 想到儿子被威胁 愤怒的大胜提权就要打人 全没想到这一幕 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 局里知道直接让大胜停职了 另一边因为事情闹得太大 赵太的爹知道了这个事情 怒斥赵太办事不力 转身吩咐手下 让杀手杀掉强差队的头子 打算把所有的事情 推到这个人头上 可谁知道 赵太管家找到这个强差头子 给了一笔钱 让他杀掉大胜 巧合之下 杀手强差头子和警察大胜遇到一起 一番打斗下来 杀手和强差头子都被缉拿归案 但因为打斗过程中 有警队被敌方造成重伤 这让局里领导十分愤怒 下令严查此案 有了国家的支持 众人很快弄清案件真相 原来在修车店 店主家被强拆后 店主带着孩子去找了赵太所在公司 赵太看 因为这点小钱损坏了公司名誉 于是在愤怒之下 失手重伤了店主 管家等人把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样子 企图杀死店主 掩盖赵太犯家的罪行 大胜等人查清真相后 本来要立即行动 却没想到赵太的爹 把管家推出来替死 管家到局里自首 众人证据不足 却又无计可施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时 警局领导让大胜等人 去某会所查毒品案件 来到会所 大胜发现赵太也在这里 原来这一切都是领导安排好的 赵太见形势不妙 打算开车冲出去 可是大胜开着警车紧追不舍 最后赵太的车被逼停 他冲下车 对大胜那是拳打脚踢 而大胜却因为要守护警察的形象 不能还手 等到围观群众拍下赵太 袭警证据 大胜才奋起反击 带警队同志赶到 一起把赵太捉拿归案 最后赵太及其父亲等人 因贿赂 恐吓 袭警 杀人未遂等罪名 被国家绳之以法 这长头发的包贝尔 比光头的要凶很多了 但是 你再嚣张 也有国家管着你不是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